現在我們就看 H跟B的關係 磁化率跟磁導率 一般的物質 磁化強度M跟H有以下的關係 就是我們觀察一般的物質有這個關係 這不是導出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的磁化程度跟H有關 跟H成正比 這就是它的比例常數KiM 這個Ki我們就稱是某物質的磁化率 某物質的磁化率 定義是單位磁場強度的磁化強度 就是你把這個除過來 單位磁強度的磁化強度 這跟物質的性質有關 什麼物質 那這個H都一樣的話呢 它KiM不一樣 好 磁化率 這個 它是一個純數字 就是不明數 它沒有單位的 好 一般我們說 當溫度為定質的時候 順磁物質的磁化率 可以保持常數 這是順磁跟鐵磁 順磁跟鐵磁 反磁物質那不算 因為反磁物質 它的磁化率 它跟溫度沒有關係 因為順磁物質 它是靠你這個排列整齊 排列整齊 整齊度越大 單位長度 而單位 體積裡頭排列整齊的分子數越多 磁藕基數越多 那麼 它的KiM 它的Magnetization就越大 這個是一般 這個順磁物質 可是溫度升高的話 這個物體會產生Fibration 會產生這個 就是震盪 Oscillation 一震盪就破壞了它的整齊度 破壞它的整齊度的話 就讓這個東西下降 這個一樣 這個下降 溫度上升 這個一樣這個下降 那就表示這個值下降 對不對 所以順磁物質 鐵磁物質 都會受溫度的影響 但是反磁物質不會 通常這KiM跟 跟絕對溫度有這個關係 C是一個常數 那這個定律叫做距離定律 Curic law C稱為距離常數 OK 然而反磁物質的磁化率 跟溫度無關 因為反磁物質 它不是靠它排列整齊不整齊 它是原子的特性 你有外加磁上 它就會產生反方向的這個磁矩 所以它跟這個沒有關係 好 是在Mu0H 加上 這個寫錯 應該Mu0M才對 少了一個Mu0M 少了一個Mu0 這裡少了一個Mu0 所以它是Mu0 我們把這個M 用這個KiM H帶進去 這是有個Mu0 這裡還是有個Mu0 就變成這樣子 B場跟H場的關係 然後這個是純數字 這個也是純數字 那我們把這個純數字 兩個常數加起來 我們用另外一個常數來代表 用CupM來代表 那麼B場呢 就得Mu0CupMH 那麼Mu0是常數 CupM也是常數 兩個常數相乘 又用另外一個常數 Mu來代表 叫做MuH 這就是磁長 B跟磁強度H的關係 好 裡頭的Mu Mu 它就等於Mu0KiM 這個名稱叫做Permitability 叫某物質的磁導率 Mu0呢 就是真空裡面的磁導率 那KiM呢 那KiM呢 KiM就是Mu比撒Mu0 KiM又等於E加 KiM KiM又等於E加KiM 這個叫相對磁導率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 你到這個 intermediate course 的電磁學 這個是用 MuR表示 不是用KiM 表示 不是用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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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MuR表示 KiM 有以上的推演結果 我們就知道 如果你H一旦求得 就是用這個H場的安排定率 求得H 它只跟free current有關 你就可以從MuH 去從H MuH等於B場 I求B I求B I求B的G OK 你知道這個H場 求得 又知道這個物質的KiM 或者是它的KiM 那你就可以 你知道這個 知道這個 就等於你知道Mu了 知道H 知道Mu 你就可以求B場 所以 有H呢 知道就可以用來求B場 好 現在我們 把這幾個常數 對於順詞、反詞 跟鐵詞、物質中 它的值 都是多少 我們來 來看一看 比如說KiM來講 KiM 順詞物質 它只比0大一點點 KiM你要記得 M 等於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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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H 好 那麼這個是 反詞物質呢 它是 這個值比0小一點點 比0小一點點 是個負值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1加KiM 那當然 順詞物質 就比1 略大 反詞物質呢 比1 略小 可是這個 就不一樣了 遠大於1 這個如果是 馬馬虎乎 當作1的話 这个几百或者几千上千的 这个 所以铁磁物质 你要亲来就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铁磁物质的这个值 比它们要大得太多了 几百倍 上千倍 不但如此 它还跟它磁化的过程有关 它不是个定值 它磁化到什么样的地步 KaM是什么值 磁化到什么地步 KaM是什么值 有关 所以铁磁物质很奇怪 这是铁磁物质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现在我们重做刚刚那一题 当中有磁性物质 我现在把它 用外加磁场 来磁化它 问这个当中的磁场是多少 那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试试 求H场 很好求 那就是你这里做一个半径为R的同心圆 那么这个H跟这个 它也是用右手螺旋定值 定它的单位 定它的方向 它也是逆时针方向 而且这个对称 所以这个H是一个常数 所以你这个 左边的值就等于 R排RH 好 这个要等于什么呢 Free current and closed 那这个都是free current 有N扎 N倍的I 每一扎 线的电流是I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H是等于 Ni over 2πR 这也可以用小Ni 小N就是单位长度的扎数 方向当然是逆时针方向 用这个用这个 右手螺旋定值可以得到 所以H 我们或者用phi来表示 假定出纸面的是Z轴的话 那么这个方向就是phi的方向 Z为出纸面的 N就是单位长度 绕有多少扎的线 好 我们再把这个值 你知道H现在要求B B跟H呢 你或者可以用这个 或者可以用这个 μ就等于μ0 KiN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用这个带好了 B长呢 等于这个 那H长呢 是这个 或者用 是这个 N就等于 这是Ni了 这少了一个N 真是要命 老是漏掉 Ni Ni 它就是这个值 B长就求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 如果有B长存 如果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求H长的值 H长的值 求出来 带到这个式子 就得到B长的值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做一个比较 如果我们这个 看看那个螺线环 当中是空的话 没有东西 B长就是等于 μ0H 因为它没有东西 它不能磁化 就是μ0 等于这个 它是这种值 如果当 它有这个 磁性物质的话 B长是这个值 B长是这个值 它多了一个这个 好 那么我们把B长跟B0 除一除 就是有磁性物质 时候的磁场 跟没有磁性物质 的时候的磁场 做一个比较的话 这一比就等于 KiM 或者是说 B长就等于 B0乘KiM 所以以后 我们再做顺磁物质 可以这么做 铁磁不可以这么做 铁磁因为这个 KiM是跟磁化过程有关 那么 顺磁物质 这是一个定值 这是一个定值 所以我们如果说 在没有磁性物质 存在的地方 它的磁场是多少 如果这些地方 通通有磁性物质的话 就换成有磁性物质 那么它的磁场 只要在B0的旁边 存一个KiM 就可以了 比如说 磁能密度 在真空里头是 二分之一 μ0平方 over mu 二分之一 B0平方 over mu 在磁性物质里面 就是说 那个地方不是真空 是通常有某一种磁性物质 假定是顺磁的 那你就是 μ0的 你就在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 有μ0的旁边乘一个KiM μ0的旁边乘一个KiM μ0的旁边乘一个KiM 乘一个KappaM 就好了 这个是 我们将来做题目 有时候都要用到的 好 现在我们看铁磁性的物质 铁磁性的物质 我们把一个铁磁性的物质 这是KappaM 这不是KiM 是KappaM 做成圆柱体 然后通上电流 就是让它磁化 让它磁化 铁磁性的物质 它这个跟顺磁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么等等我们看 假定这个 这个圆柱体很长 这个旁边的产生的 这个由这个电流产生的H长 旁边一点点不一样 可以忽略不及 就是把当中当作是一个常数的话呢 漫漫乎乎当常数 我们刚刚求出来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等于这个 N就是单位长度有多少 绕多少条的线 好 在顺磁性来讲顺磁 如果那个圆柱体是顺磁的话 它magnetization 就是H乘上KiM KiM是个常数 OK 好 那它的磁场呢 就等于μ0H加上μ0M 就是这个 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这个 μ0KiMH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H是跟电流成正比 电流越大 你这个H厂就越大 H厂就越大 OK 好 那么 M 是等于KiMH T 这是常数 那么 你电流越大 H厂越大 当然它的magnetization就越大了 magnetization越大的话呢 你看 它也是跟这个 这个也是常数 电流越大 这个越大 B厂也越大 所以 在 顺持物质里头 Magnetization 跟磁场 还有H厂 就是 M跟H B厂跟H 的关系 都是属于线性的关系 线性的关系 看 由于它这个 顺持物质 KiM 我们刚刚表上面看过 它只比 零大一点点 而这个呢 是比 E大一点点 KiM比 E大一点点 所以 所以 这个都跟M 都跟M 你看 它跟电流 成正比 电流越大 这个越大 这个也越大 电流越大 这个也越大 那么我们增加电流 增加电流 让这个变大 可是 它产生的磁场 不见得会很大 你看 因为它跟他成正比 不管是看这个 还是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 这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是它的邪律 这个只比E大一点点 但是M0是多少 10的负7之方 10的负7之方 所以它这个邪律 小得不得了 邪律小得不得了 Magnetization 在这个顺值里面 邪律小得不得了 可是铁磁物质 就不一样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那现在我们看看 它的B场 B场还是分这两部分 一个就是直接由H场 产生的B场 另外一个就是H场 让这个物质磁化以后 这个磁化以后再产生磁场 本身产生磁场 这个对铁磁物质来说 这个非常非常大 就是它的CAPA 这个上百 甚至于上千 这么大 所以它的关系 现在我们看分成B跟H场 这是H场 它分两部分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它是缩小了 应该这个轴 还要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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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邪律很小很小 这个邪律是μ0 10多负7次方 可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它这个magnetization 它本身 它是等于KiMH 这KiM大得不得了 所以一通电流以后 有一点点H KiM就很大 就让这个M 马上就上升到这么大 你看H还在这里了 还在 看不出来了 它的 因为这个词画 已经让它的B场到了这么大了 那么以后呢 到了这里以后 平的这个地方以后 就是它已经饱和了 它所有的词举 都跟外加词举的方向一样了 你再也没有办法词画它 它就是平的 可是这个还在词画 它是很小了 这10多负7次方 这两条曲线相加 就是这条曲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因此我们说 一个铁磁物质 它的词画 完全靠它本身的特性 所以你要做电磁铁 一定要用铁磁物质 铁固灭的这些 还有一些 合金 如果你不是拿铁来做 你拿一块木头来 那没有用 你再怎么通电呢 只有这一部分 只有这部分 再怎么通电 铁磁物质 就是这么小 可是铁磁物质 你一通电 它本身就变成这么大 本身就变成这么大 所以这个就是物质的特性 物质有这个特性 其实我们人也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性 你适合做什么工作 将来适合做什么工作 完全靠你是看你本身的 你有什么样的天分 你适合做什么工作 所以我们上了这个课以后 各位就要特别注意 以后你去工作 工作是一辈子 一个事业 你想要有成就的话 就是说一努力 马上就出人头力 变成这样子 那你就要找到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工作 你这一方面有天分 一点就通 一学就会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你找一个行 找一行啊 你根本就不通的 完全靠努力 努力不是不好啦 但是你完全靠努力的话 你看努力个半死 努力了一辈子才到这里 人家是十分钟就到了这里 那你怎么跟人家比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大学念书 当然你专门 你这个科 功课好 是很好了 你好好学 另外一方面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多花一点心思 在自己的身上去认识你自己 你是什么材料 将来适合走什么样的路 这个很重要啊 你记得我这句话 好 OK 你适合什么工作适合你 你找到了 找对了这个工作 那么你将来啊 再努力 还是要努力 就是说你 即使是磁心不知 还是要充电啊 对不对 还是要加电流啊 但是很快 很快就 磁心就很大啊 所以在这里就是 我们课也快到最后了 就是勉励各位啊 你在大学 不要把时间都花在那里去 嘻嘻哈哈的啊 聊天呢 讲一些不痛不痒 以后就根本没有用的话啊 你多花一点时间 去认识一下你自己 你是什么样的个性 你有什么样的天分 什么样的工作 才是你的兴趣 才是你的 你在这方面 有一些天分 你朝这一方面去努力的话呢 那你这一辈子啊 就会过得很好啊 好 那这个就是说 你看 磁场 这是磁场 这是H场 磁场这个曲线 它分做两部分 这部分跟磁场这个 这个贡献很小 贡献很小 像这个 只要有一点点的电流 一点点的H场 它马上就磁化到这么大的地步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电磁铁 你一定要找这个铁啊 什么这种彩蛋 你不要拿木头去做 不是说木头不好啊 你做磁铁当然木头不好啊 但是如果你是一块块木的话 那你比这个铁啊 宝贵的很多 你知道吗 你有你的天分啊 你拿去做 可以做一些非常高级的家具啊 那比这个电磁铁不晓得要名贵多少 所以 你不要把你的这个天分埋没了 然后去盲目的去追求那一些 你不该做的事情 像现在好多人要去当医生啊 当医生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没有兴趣 像我要是当医生 不晓得医是多少人啊 我写东西都会写错 那我这个开招的话 那那不得了啊 开左眼大概把人家右眼给挖出来啊 所以要看个性啊 那么很重要的啊 这一部分 最后 我们就看一个磁质现象 如果这是一个铁磁物质 我们通上电流 通上电流 就使这个物质磁化 那么磁化以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曲线 因为你通电流呢 那就会产生H场 对不对 比如说通电流 电流越来越大 交流电啊 H就上升 有了H场呢 它就有B场 就有B场 这H场 就是B场 这大大大大大大上去了 等到你这个电流关闭的时候 电流变小 电流变小呢 那H场就退回来了 H场就会退回来了 但是它的B场怎么样 H场变成零 H场变成零 如果电流变成零 H场变成零 B场还没有变成零 那这个时候 这个物体呢 就已经被永久磁化了 永久磁化 如果你是交流电 好继续 在反方向 继续减小 就是继续 这是零嘛 反方向 H场变成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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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套路 这么一套路 这个叫做辞质回线 辞质 辞质 辞就是滞后 就是落后了 那就是说它比H场要落后 在这里都跟H场同步 但是H场回来以后 H场已经降低了 但是B场并没有跟着降得很大 那这叫辞质下降 我们这里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样子 这一章我们就到此为止